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运营是从2018年12月开始运营的 去年整个的全年的入住率是我们达到78% 最近是一直买的 就是现在要订房的话可能都是一个月以后 那么我们第一站是先去哪里呢 我们先去农场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农场吧 走 木层 木层里面养着羊 不要跑 鸡 鸭 不要跑 不要跑 不要跑啊 不要跑啊 上完了农场 现在我们要去这个宿集这边的南岸酒店去看一看 住在黄河边是什么样的感受 现在整个园区的就业人数大概是80号人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成了周边的一些就是老百姓的孩子 还有一些就是从外地又返回来 因为有了这个项目 很多这个孩子从外地深圳广州返回来 在我们这酒店 大概这样的孩子就有30多人 其实黄河宿集这边除了酒店里面的一些休闲活动 以及就是我们刚刚去过的农场之外呢 还有就是包括美术馆 然后咖啡厅 桃巴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些娱乐的项目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一一的去体验一下 给咱们就是介绍介绍这个枣背后的故事吧 这块枣园呢是我们就是采那个定制线的时候 在黄河边发现的一个张老牌家的枣 他们有渠道就是像小商消化一样 在中备这个空间卖 然后我们说我们帮你卖 然后后来我们就进行了重新包装 然后线上线下东西卖 就是大概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把他们这样的枣就卖了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把黄河宿集的大部分内容 已经都体验了一遍了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 它这边不仅仅是好玩而已 最重要的是这些多种多样的项目呢 可以让这边的贫困户能够有机会脱贫致富 能够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我想这才是黄河宿集最大的意义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